反對亂訴 抗爭有理 2014年4月11號 由於群眾不滿中正義分局 不斷驅離共同盟集會 自發前往路過分局 造成沙漢把領警案 討憨 工從燕 及蕭妮等市民參與者 以妨礙公務遭到起訴 11號下午進行高等法院 二省第一次開庭前 呼籲政府盡速修正 完整落實機油權的保障法 所以整個這個 不滿集會有刑法 或者是妨礙公務 其實是有在立法院裡面討論的 尤其是妨礙公務 沒有同步的一併考慮修正 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惜的 聲援團體指出 長期以來警方對人民懲抗 殘取各種粗暴執法行為 顯然成為政府 打壓抗爭者的重要工具 因此聲援團體表示 應該停止以司法訴訟 或其他行政處分的方式 打壓人民懲抗權力 所以今天在這種妨礙公務 本身是一個非常模糊解釋的情況底下 人民到底有什麼權力 有什麼申訴的機制 可以去面對執行公權力 但是卻不只是在執行公權力的警察 聲援團體強調 警惠遊行是人民最基本的成請手段 能夠促進政府政策的執行速度 事實上我們並沒有妨礙公務 我們促進了公務 我們讓教育部長跟我們直接對話 這不是在促進公務嗎 在協助他進行他的政策啊 民間團體認為 即會遊行的和平與否才是重點 若是以妨礙公務或侮辱公署等罪名 遭到起訴 都是不民主象徵 呼籲政府禁訴修法 記者胡頌已故台北市採訪報導 記者胡頌已故台北市採訪報導